10月27日热映电影《少年的你》导演曾国祥接受媒体采访 首次回应关于网上对于剧本的争议 对于许多网友表示《少年的你的人物关系》 与日本著名作家《东野归吾的白夜行》十分类似 曾国祥表示《少年的你的原著》自己只看了一遍就放在了一边 至于《东野归吾的白夜行》自己真的没有看过 不过网友似乎对于他这样的解释并不买账 难道《东野归吾》曾热度 所以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 10月27日网爆曾国祥买下日本著名作家《东野归吾祈祷落幕时》的版权 根据该截图显示 电影《祈祷落幕时》将于2019年10月在广州开拍 预计拍摄120天 该片的导演是曾国祥 监制是许悦珍 与《少年的你》是同一制作班底 对此记者独家采访到《少年的你》导演曾国祥 监制许悦珍 二人双双否认 曾国祥批要称那个没有真的没有 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